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是一群非常有阳刚之气的英雄 我在这个 我今天也是来想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 作为当年参加过三个演艺拍摄的一个导演 我内心真的是非常澎湃也非常感慨 我希望像这样的戏 这样具大付出的追求 实际上是为了弘扬我们国家的文化 我希望这样的创作风气 能够在今天更多的作品中看得到 是 圆潭 圆上 圆兮只顾兄弟相残 实属不孝子孙 虽然残喘于世 此期已尽 草弘 今将他们的灵牌也一起摆上 祭奠祈福 是 陈琳 陈琳在 把你当年写的习文拿出来 爹 这 四孔曹操 其祖父曹腾 与朝廷宦官并作妖孽 其父曹松乃乞丐携养 因赃假位 贿赂全门 操 成略遗仇 本无德行 更坚狡诈 好乱乐 你 丞相 别让他念了 能让 念 为何不念 当年此文传至许都 我方患头疯 磨病在床 此文读过 毛骨悚然 一身冷汗 不觉头疯顿欲 才能自引大军二十万 禁黎阳巨元少 与其决意死战 真乃 习文如箭 此箭一发 却又引得多少壮士 尸沙场 魂归西天 我曹操不受此箭 我曹操不受此箭 装是安能 昭魂入土 夜枕青山 清光阴阴 奇灿如烟 不念此文 曹安能一邪补天灾 是敵人 目府为除凶逆 提箭危谷 发命东下 收罗英雄 弃侠取用 故遂与曹操同姿合谋 授与疲施 为其英犬之才照牙可认 而曹遂使之跋扈 乌国害民独师人归 立官载疾 无道之臣贪残酷猎 于曹为甚 得曹操守己者 封五千户侯赏钱五千万 不告天下 先使众人知晓 盛朝拘破之难